欢迎收看新闻英语解析 大家好 非常高兴又到我们新闻英语解析的时间 那么这个时间最主要是针对国内外重要新闻来加以分析剖析 特别是国内大家所关注的交调议题 从英文的角度一方面可以增强我们的英文阅读能力 再方面也更能够掌握国内外重要局势 好的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新闻英语解析的标题是什么呢 Vivian Xu denies affair with Wang Li Hong for a third time 2021 December 22nd 台湾news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篇 Vivian Xu就是徐若萱小姐 denies 那么deny这个字非常重要 本来是D-E-N-Y 不要否认 不承认 否认 严正的否认 那么这个字后面呢 deny 这个地方是去外加is 它本来本身它可以加上 后面直接加动作加动名词 deny什么事情加动名词 或者是用let加一个指句出来 否认 否认什么事情 好 那么它否认affair affair这个字 那么它是一个名词 那么叫做某一个事情 affair 那么当然也可以就是我们所指的风流运势 风流运势 那么通常这个会配合一个动词叫做 have an affair with 就是人家说的跟某个人有暧昧关系 或者是什么油染 那么通常是指比较这个出轨方面的一个事情 叫做have an affair with 那么就是他严正的否认 有这样的一个暧昧关系 跟谁呢 王力宏 现在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新闻呢 全部的这个焦点都在这个王力宏先生 那么这一次的有关于这个 他的这个整个相关的一个事件 那么当然牵扯很多人 那么特别最 那么最严重就是有关于这个 对这个vivian的这个 所以徐若萱小姐的一个影射 造成他跟他的家人很大的困扰 那到底这个事情是怎么样 当然我们也无从得知了 但是呢 这个我们从这篇报导里面可以来 这个来看一下 到底他这个 严正的博士的内容是怎么样 来龙去脉 我们来看一下 这篇最新最新的一个报导 那么他已经是这个呢 这个严正博士呢 for third time 第三次了 也就是呢 他在第一次的这个 这个这个否认的时候 那么还是有很多人不断的这个 攻击还有这个 这个影射他或怎么样 所以他第二次 再来第三次 那么他好像说他是 这是最后一次 严正的博士 那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情况怎么样 台北台湾news 好我们这个台湾新闻 台湾news singer 那么台湾歌手Vivian Hsu 就徐若萱小姐 Took2 Took2呢 就是开始从事的意思 开始从事呢Facebook 那么就是 不是开始从事Facebook 就是 在Facebook呢 写下一些文章 或是贴文 在这个 这个Facebook呢 发表自己的意见 那么Took2Facebook On Wednesday 在礼拜三 也就是前天了 今天礼拜五 在礼拜三发布了这个最新的消息 那么 December 22nd 在12月22号 那么to Velementally Velementally 这个字呢 这个是一个副词 强烈的 激烈的 强烈的 强烈的 那么用到这个字就是说 内心非常的煎熬 非常痛恐 所以一定要再站出来 捍卫自己的这个名誉 这个叫 Velementally 那么强烈的 Denied 否认 那么 For the short time 第三次强烈否认 那否认什么事情呢 That he did not have a fair wish 他并没有这个 这个 曖昧的关系 跟谁呢 Taiwanese American Singer 那台湾就是台一的这个美 美籍的 这个歌手 那当然就是说 这个台 台一但是呢 他在美国 生长 成长 那么这个歌手呢 汪丽宏 汪丽宏 那么在这个 Durid 在什么期间呢 he is a marriage 这个his 当然是指汪丽宏 在他的marriage 就是他的婚姻呢 在这个婚姻期间呢 啊 那么这个 to 跟谁的婚姻呢 to 李静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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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静蕾小姐 也就是说 他并没有这个介入 王力宏 李静蕾之间的一个 婚姻的这个 也不是第三者啦 特别强调 啊 并没有介入 好 那么 On Saturday 也就是December 18th 那么在12月18号呢 礼拜六呢 李 那关键 为什么这篇又出来呢 因为就是 在18号那天呢 李呢 Fire off Fire就是开火的意思 开火 火力四射 Fire off 一个什么呢 Scausing Scausing就是 一个形容词 叫做非常 严厉的 他也是很强烈的 严厉的 所以这次有人称说是 雷神之锤 雷神之锤 打出雷神之锤 Fire off Scausing 或者叫苛刻的 非常苛刻的 严厉苛刻的 这个 Tarate Tarate 就是一个名词叫 长篇大论 几千字的这种字 长篇大论 那通常是一种 这边是指的 攻击性的说法 攻击性的演说 攻击性的演说 长篇大论 那发表 Fire off 就开火 开始雷神之锤出击 在这个Scausing Tarate On Instagram Instagram 在这个IG 发表 所以一个是用脸书 一个是用IG 好 那么 在这个IG裡面 In which 这个是关带 关带前面放一个介细词 那么 在这个IG裡面 She accused 这个叫控诉 非常重要这个字 经常出现在很多的 社会性的这个新闻里面 控诉 那么这个通常会有个of 控诉某人 of什么事情 Accuse somebody of something 控诉某人什么事情 控诉呢 这个王力宏呢 有什么事情呢 numerous 很多很多的 这个就是many的意思 许多的 numerous a lot of 很多的 in 这个in infidelity infidelity 就是所谓的 不争 就是对婚姻不忠 不忠 不忠 不忠实 不争不忠 碰到他这个不争不忠 and include 包含呢 在这个 他这个 发出file 发出这个声明来指控他的先生 同时间呢 他也呢 包含了什么事情呢 就是关键点就在这个地方 reference reference reference就是 指 指涉 涉及到 这个reference 就我们以前呢 在写这个论文 或者写这个一些文章的时候 有一个reference 参考资料 但是这个字呢 可以当名词 也可以当动词 这个地方当然还是名词的 但是他就是说 这涉及到什么 牵扯到什么事情 牵扯到 所以就是这个打出去之后 他那个 闪电就 连别的 别的 整个波及道 整个面非常广 那么他就是 包含了一个reference 指涉到一个 unmarried 的 已婚的 这个 woman 女人 那么这个女人呢 怎么样呢 很多 这个女人是什么 这个many是指 代名词 就是many people 只是他没有people 指出来 他是指到这个 但是没有指名道姓 这个问题 就在这里 而且他这个 上次是说 那个照片里面 应该有看到 那个照片里面 他是说 某某人跟某某人 没有在里面 但是 他并没有说 某个人在里面 或什么 他是用一些 这个 不是很 清楚的直接点出来 没有很清楚的 点出来 所以 他呢 但是呢很多人 因为 看的人 或者观众都有一个水平 大家都知道 大家心里都有一把尺 这个就算没有说出来 但是整个文章这样读下来 大家都可以 猜出这个略知一二 略知一二 所以很多人呢 他们就 Interpreted Interpreted 就是解读为 就解读了 或者解释 Interpreted 这个字也蛮重要 那么就是能够解读 就理解到 他就意味着 preted to me 意味着 这个人 就是徐若璇小姐 大家在看他这个 在这个描述的过程里面 马上联想到 可能他所指的就是 这很多人是这么认为 这个文 这个新闻报道里面讲 那么指去徐若璇小 那同一天 徐呢 当然这个看不下去 怎么又又又又又提到 又提到 所以这个呢 当然是造成如果这个事情没有曾经 当然会对家庭造成很大很大的影响 很大影响 对整个家庭 那当然气氛非常低 你所以马上的 徐若璇小姐就站出来 站出来 issue 发布了 这个字我们也经常看到 发布 发布了一个statement 一个陈述 一个声明 陈述 condamine condamine 这个字就是所谓的 那么动词就是 那这个字呢 它这个一个陈述 这个应该有个关带 因为它是用分尺结构 分尺结构 condamine 就是我们的谴责 谴责 谴责 责骂 谴责 谴责 condamine 那么我们联想到这个字叫blame 或者是credicide credicide credicide 就是批评 折骂 任何的claim 就是主张 这个字也可以当动词 那么这个地方呢 是名词叫做主张 什么主张呢 这样的such 一个什么affair 这样的一个指数的这个曖昧呢 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force 不实的 不实的 虚伪的 不实的 不正确的 错误的 或者是错误的 force 错误 错误的呢 rumor 谣言 所以他希望谣言止于自责 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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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当然这个出来的话 有人支持 那有人还是 这个很难去 因为人嘛 各有各的想法 各有各的想法 但是不管怎么样 他如果不站出来的话 当然这个 更多人没有办法 就是说 怎么你都没有说话呢 所以 这个当然一定要站出来 为捍卫自己的名誉 所以force rumor and the that 以及呢 说明 这个 从这个地方声明 再来声明什么事情 that 另外一件事情 he had only 他再次强调 他只看过 他这个他 当然是指王立宏 王立宏先生 two times 两次 我只看过两次 李什叶尔今年 Bose of preach Bose of preach 这也是官代非常 这个常用的 Bose of 这是两次 因为bose 他是只有两次 所以用bose 不用to 那么 Bose of preach 这两次里面 Waring groups gathering 都是在群体的gathering gathering gathering就是聚会 也是强调呢 当场的人很多 是公开场合 完全没有私密的感觉 公开的人很多 他从照片里面看到 他还有一些艺人也在里面 那么他就说 当时呢 都有很多人在场的一个公开的聚会 那么with one 其中一个 因为后面还有后续 但没提到 那么这边我们只强调 提到这一点 就是说其中的两次的 那当然他强调两次都是在公开聚会 那其中一次呢 新闻特别提出来说 那么one instance 这个instance 是例子 这个地方叫场合 或十几点 场合 instance 所以这有些 单字会在各种不同的文章里面 出现另外一层的意义 那么 这个for instance 就是我们讲 举例for example 但是这个instance 叫某一个 在这个其中一个场合 两次里面其中一个场合 taking prey 那么这个官呆要序掉 发生happen 发生在这个9月份september while 当时呢 王立宏先生呢 was supports 注意这个supports很重要 s-p-o-o-o-s-e 这个叫猜测的意思 被猜测 被认为 认为 猜测 就是被认为呢 是在做什么 那所以说 be supposed to 应该三个字合起来 就是 should 应该是在做什么呢 在做这个self-health 我们这个防疫 经常讲到这句话 就是self-health monitoring monitoring就是所谓监控 监测 那么这个地方 我们就翻成管理 就自我健康管理 就当时因为台湾是一个 在9月份呢 还是一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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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要如果说 从国外回来 必须要做这个 所谓的自我健康管理的状态 他当时他在做健康管理 那他跑去这个聚会 可能就有点 这个不太是合法 好 那么这个特别新闻 有强调出来 当时呢 他应该是在做自我健康管理 的状态之下 另外一次当然也是 他所提到 是这个聚会之下 公开的聚会 好 那到底这个事件呢 能不能 经过这样的 这个 这个 第三次的公开的声明 能够慢慢的平息 还是还有另一波的这个 论战 这个就 不知所 大家 等下要看后续的报道 那除了他之外 也有其他 艺人被 被影射到 或怎么样 或者是 牵扯出一些其他 事情 但其实最重要还是 王立宏先生 可能要出来 讲清楚 这个很快的 才有办法 真相完全明了 但不论如何 最重要就是这个 艺人属于这个 所谓公众人物 这个言行局势 一定会被放大 所以呢 必须要非常小心翼翼的 才能够走得长久 一旦出现一个 道德上的问题的话 不只是 这王立宏 这个世界之前 还有很多的艺人 也是因为 这种道德啦 或者是这个感情之类的纠纷呢 而产生的 負面的很大很大 負面的影响 所以这个 社会公众人 可能要非常非常小心 所以他的一举一动呢 都可能 被放大来检视 而且因为他们都是 偶像 所以很容易被这个 被看作一个是一个榜样 这个 尤其是青少年的 这个追逐的对象 所以行为 可能要非常地小心 好 那么这个事 事件究竟如何 那么 就以后的后续报道 如果 有这个重大的这个新闻呢 我们会再拿出来这个 跟大家一个 分享 讨论 好 那么今天呢 我们整个新闻英语的这个 内容就进行到此 当然也希望 整个内容对大家有帮助 别忘了 订阅按赞分享 并随时开启旁边的小铃铛 以接收到我们 最新最新新都不能再新的 好 影片讯息 期待下次 新闻英语见面 谢谢